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otlin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条件分支 这个也是非常常用的语法 在各个语言中应该也都有 今天咱们讲一下Cotlin的写法 不过有熟悉Csharp C++ Java 等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其实写法都差不多 包括SWIFT都是一样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很简单 就是if-else语法 包括if-else复值语法 以及类型判断ease 好 咱们逐个看一下 咱们马上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因为今天的内容比较简单 所以我这边说的快些 咱们一点点过 大家请看 我这定义一个API的级别 API Label 这个是在安卓开发中 非常常用的一个判断 因为安卓开发 对于安卓的SDK的版本 是很敏感 你是哪个版本 让我支持什么功能 如果你版本比我低 我该怎么解决 要装什么支持库等等 所以它对这个版本很敏感 所以我这举了一个版本的例子 比如说 咱们定义API的版本是多少 26 然后咱们判断一下 说 如果客户端的版本 大于等于16 咱就认为它是安卓4.1以上 那么咱们就支持 如果它不大于16 比如它是15 或以下 那么咱们就说打价日志 就说咱们不支持客户端 这个安卓版本系统 这个是在咱们这个 手机开发中非常常用的一个判断 好 这就是简单的 if else的写法 好 咱们再往下 接下来是if else的复制语句 怎么复制 咱们在java中 还是在c sharp 包括这个swift swift不行 这个c++ c语言 都可以 咱们请看 前面是一个条件表达式 然后这是一个问号 什么意思 就是说前面这个condition 条件 如果是真的话 就给这个返回 这个整体的表达式 返回value1 如果这个condition是假的话 返回value2 什么意思 咱们看 比如说 我这有一个变量 叫idsupport 是不是支持 是不是支持 咱们这个客户端的安卓系统 好 咱们怎么吃 咱们给它复制 怎么复制 看啊 如果我的API大于等于16 我应该反复一个复 但是这个我就直接写复 我没有写什么return 什么都没写 对不对 否则else 我就写一个false 我也没写什么return 都不用对不对 它整体就是一个复制表达式 如果条件为真 返回前面的 否则返回后面的 这个否则else 就相当于这个冒号 一个意思啊 那换句话说 我通过这个复制表达式 又因为我的API的级别是 大家请看是26 所以说呢 这个idsupport为true 对吧 它符合前面这个条件嘛 所以返回true 所以一会咱们会看到 它应该是true 好 接下来 接下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尤其在咱们作为设计模式的时候 很用很多 ease 类型判断 刚才咱们这个API label 这个变量 是什么类型 我这没附吗 INT什么都没附 那怎么办 咱们判断一下 你如果是INT型 我就打印行log 它是整形 没有问题 否则 否则干什么呢 否则输出这个变量的实际类型 大家注意看 这变量有一个.java class的属性 为什么 我是Cotlin 干嘛有Java class属性 对 它内部虚拟机器是跑的 还是Java 对不对 然后tostrain 看一下你实际是什么类型 如果你不是整形的话 OK 接下来咱们定一个content 的什么东西 我后面附一个字符串 所以它就自动默认为字符串类型 所以我下面判断 如果content它是ease 你看要懂英文 编码简单 sease street 那怎么着 就打印出来 content它是字符串类型 OK 然后上面的这个地方 我这其实写的这不太好 我应该放到上面去 不所谓就写在这 咱们这还有一个ease support 对吧 咱也没定什么类型 但是给了它一个复制表达式 很自然的 咱一读代码就知道它是不耳型 对吧 那么是不是不耳型 我下面加个判断 如果ease support是不耳型 就输出ease support是不耳型 这行日志log 这是简单的ease的用法 好 今天的代码应该不是很难 咱们马上烤过去实际 跑一下 烤到我的intelligence里面 我现在是在虚拟机 所以我要把它烤到我的本地 请稍等 好 现在这是我的本地 OK 那咱们现在我看 没有任何错误 运行一下 出来了 跟咱们预想应该是一样 请看 咱们安卓的版本是26 所以呢 肯定是这个安卓4.1以上 所以这写上了 这是这个 安卓的版本是4.1以上 所以是我们支持的版本 一般这个安卓的话 现在如果开发最次最次 最低最低 也不是最次啊 最低就支持到4.1 不能再低了 我支持4.0 我支持2.3 哎呀 现在不支持了啊 费力不到好 好 咱们再往下看啊 ease support 咱们判断一下 肯定返回处嘛 为什么 因为咱们API是26 所以呢 如果大家短视就返回处 结果跟咱想象一样 ease support等于处 没问题啊 然后 这个API的level 咱们没有定义类型 但是呢 我这会动态判断一下 你是不是INT型 当然是嘛 那怎么着 打印出来 API level是整形 这么整形 没问题吧 INT 接下来 content 也是没有附属性啊 但是咱们给了一个字符串 给完之后咱们判断 if你的content 是不是字符串 你看英文多好 如果是的话 就打印出来 content是字符串类型 所以没问题 这出来了吧 说明咱们的ease判断怎么着 成功了吗 接下来 ease support 是不是不耳型 是的话 打印出来 你看 ease support是不耳型 打印出来 这么说 Kotlin做类型判断 还是做这个条件的表达式的复制 还是用ifelse 跟咱们其他语言一样是吧 Java Java脚本 Note.js csharp swift 都一样 所以说 Kotlin这个语言感觉学起来真的是上手很容易 我估计今年2018年 Kotlin肯定会火起来 然后以后越来越会火 我对这门语言很有信心 所以我今后如果再做课程的话 重点想做一下Kotlin语言 不过另外一个重点是我做这个Java脚本系列 也是我一个重点 然后开发手机APP也是我今后视频一个重点 希望您能够至于关注我 好 那今天这个代码我会放到开玩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传到YouTubeYou酷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观看 好 那咱们下视频再见咯 拜拜